那时候给大林不吃菜 给他骂的 好像给孩子挤着 坐着吃饭 闷闷之哭 郭其林小时候吃肉 特别小的时候 两三岁的时候 他也说不明白 你比如说牛肉 炖出来肉黑色的 他愿意吃 吃黑肉 后来就是一直不吃菜 就爱吃肉 那回是你们赶上了 在家里 挤得闷闷之哭 就不想吃菜 就要吃肉 我就给他夹了 一满碗的青菜 白饭上面都是青菜 吃去就哭了 哭你坐边哭 你别搅和我吃饭 打这走上边去 打桌子上给他烘开了 坐那楼梯 边上的楼梯 坐那楼梯 抱着一碗米饭 上面都青菜 泪流满面 嚎头痛哭 哭吧 哭完之后别耽误吃 郭其林是这么成长起来的 他是一个很恶劣的环境里边 成长起来的 知道为什么 就要给你们做饭吗 请不起厨子了 我看完头一期之后 我挺感慨 好些个热心观众都说 把我说得跟凶神恶煞似的 说孩子们看我 多了多酥 多了多酥 主要就是我多里多酥 怎么我能把孩子们 吓成那样吗 我迂心何忍了 你看人观众都说 说你们老怕我 觉得我好 怎么怎么样 你们也说说 到底我有哪儿不对的地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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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